进到校园里,远看小朋友都掉在树上 仔细一看,他们可是开心的在体验攀树的乐趣 为了庆祝而同结,学校和野鸟保育协会合作 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只见学生们身上都绑上了绳索 慢慢的手脚并用攀上了百年加冬树的顶端 不只亲近大树,更要培养勇气与信心 有学生就挑战爬上最顶端 我刚才攀到最高的感觉就是很刺激 可是呼吸会很困难,在上面会很难呼吸 我在上面的时候一点害怕都感觉不到 只觉得很好玩,想要达到最顶端 我喜欢今天的攀树 因为可以在很高空看很漂亮的风景 今天的活动,尤其是攀树 它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喜欢这一系列活动因为有攀树 然后攀树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喜欢的风景 然后也能在上面看不同的页纸 然后有可能会有绝对 呼应新北教育局新北同乐节 抢救元宇宙爱无极限的活动 所以我们东三国小这次就是大手牵小手 大家一起来带着小朋友过关 有这个攀树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鸟会就尽量来把这个不足的经费 来出一点小小的力量 让他们每一个学年度都有这种很好的一个活动 不一样的儿童节当天安排了攀树、燃燃还有认识鸟类的三大主题 让一到六年级轮流体验 像是燃燃只是利用苏木将白色环保袋 透过这自然的颜料上色成为独一五二 至于二楼只是颜鸟保育协会做解说 认识鸟类 这次特别介绍的是台湾独有的五色鸟 它又是台湾的特有种 只有在台湾才看得到 别的地方看不到 所以叫做台湾泥佐木 学校请来野鸟协会告诉我们关于一些鸟的知识 然后让我们绘画鸟的图案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鸟类 还可以知道鸟类的叫声和它们的习性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的声音 它是台湾蓝雀的叫声 就是我喜欢野鸟手作 因为它能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儿童节这个时候 我们小朋友玩得开心 我们这些野鸟集的也玩得非常开心 那我们在这个开心的过程里面 我们让小孩子做了一个台湾野鸟特色的一个教学 特别邀请了野鸟协会 来一起跟我们合作设计这个关卡 让孩子们更加了解环境保护 以及爱护我们的一些生态的一个重要性 当天全校师生都体验攀树的乐趣 还有手作蓝染也认识鸟类 一连串有趣多元的课程 孩子们都好兴奋 留下儿童节难忘的回忆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